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研第31章 第22節 我為自己製作壽花煎紙 他地以服穿細麻和紫色布作的 我們在之前講到關於一個辛苦 一個好管家的多元化 而事實上當我們講到關於好管家的多元化 我們講到關於管家 他就算在外院的時候 他的工作和身份 和外院的一般會眾都不同 就算在以色列的時候 外院的一般會眾都分兩批 一批真的是以色列人 有一批是入罪了以色列人的外邦人 所以我們看到路德和邦雅雅人 他們本身不是以色列人 但問題是他們都需要手指 如果入罪了以色列人的話 他們是需要的 所以就算在以前來說 外院都真的有兩批會眾 但問題是現在身約來說 在屬靈的外院 都有兩批的侍奉者 一批就是我們所說的以色列人 因為以色列人根本祭司由他們而起 但另外我們是不是君尊的祭司 是屬神的子民 在聖結的角度 我們也是 所以你要看啟示錄在結束的時候 就是講到這個重點 解述第一章第六節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 然後說 作他父神的祭司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 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是不是神的心意 在外邦世界當中製造祭司 當然是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其實原來神的心目中 祭司這個概念 可以說從人類歷史當中發明出來之後 其實可以說沒有人知道 祭司的定義和真正的實質 這就是為何神在人類歷史當中 將管家這個概念放進去 為何他將這個弱室的活劇 可以說注目一樣 放在人類歷史當中 去鑄造了這個真理出來 原因就是 原來在神的家當中 祭司就是神百觀恩賜的好運 這些恩賜是什麼 恩賜包括了我們所說的 每個時代當中神的復衍 每個時代當中由神復興之火 這個瑞瑪所燃點出來 所復還的每一件家屍 對不對 所以在今天我們可以說 不能夠不講的一個題目 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當有朝一日 按著啟示錄第十一章 這個聖殿裏面的關於至聖所和聖所 當他被神收貨的時候 被提的時候 其實會發生什麼事 其中一樣會發生的事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 當現在弟兄妹聽到訊息的時候 已經在主日 聽了一輪關於Mandala Effect 其實去到這一點的時候 即是去到這一節 針言這一節 我們沒有辦法不講Mandala Effect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是牽涉到 關於這個我們所說的侍奉者的獎 侍奉者的獎當然不是這個身負的獎 但是侍奉者的獎 當他有一天 神從世界歷史當中收回的時候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知道嗎 換句話說 我們有沒有想清楚 其實當這個聖所和智聖所 神收回的時候 世界剩下 剩下就是什麼呢 就是剩下外院 就是童祭壇和洗作盤的時候 其實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很多人都沒有想過 其實呢 這個就是代表神 將屬靈裏面的福墳去收回 讓沒有人再在這個地上 在三年半裏面 有機會 可以成為聖殿的家師 或者是智聖所的家師 只能夠成為外院的家師 但是有什麼方法 使得他們不能夠成為 這個金燈葵 金香爐 甚至陳詞柄 當然更加不要說 施恩寶座和約櫃 有什麼方法使他們 絕對沒有辦法 去成為 這個聖所和智聖所裏面的家師 這個方法就是 從神的話語當中收起了 所有能夠你有機會 做這個 也可以說成為這個 侍奉者之象的所有條件 現在我們所看的 德拉的效果 其實就是這個現象 就是怎樣 如果現在當一被提了 譬如石安教會 或者很多屬靈領袖之後 這個世界根本都不能夠 拿回英文聖經出來 可以再像以前一樣 教所有屬靈真理 但問題是 教屬靈真理 如我所說 或者是輔導人 安慰人這些工作 是侍奉者之象 平信徒來到 只是將你一生 照著這些侍奉者所給的方向 所給的方向 人生當中 在神這個時代計劃當中 燃燒在這個時代 復環的復興當中 這就是平信徒所做的工作 但問題是 侍奉者做的工作 不是 是給他們更重要的方向 而最重要的方向是 來自聖所裏面的金燈台 所以 原來在末日子的時候 會有一件事發生 就是不單止 這一群在聖殿裏面 禮拜的人會被看 並且 我們所說的禮拜原文 就是Worship 我們曾經分享過 並且裏面的家師都拿走了 即是說 世界上再有沒有經歷 金燈台這個祝福 世界會不會經歷這個 陳切餅的祝福 世界會不會有這個 金香爐的祝福 全部都沒有了 明白嗎 他們剩下來 只能夠成為兩個會議人 成為一個像會眾方式的復興 一個會眾當中的反省 珍言第31章 第22節 他為自己製作獸花煎紙 他的衣服說細麻 和紫色布作的 心中至道 沒有你我惜迷逃 心中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